我们就来看看很多的军事迷啊 哇 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 我们来看看军事最前线 好 今天这个意思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是汉光35号演习 时兵演练的一天 尤其大家的亮点在哪里 就是在彰化战备跑道 F-16呢 就在 F-16V 尤其这是我们新升级的 这一款的战机 那么今天呢 也是首度的登场 我们先带大家看看 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 是国军训练成效的总验收 今天战备跑道起让演练 就是这么引有复杂 而且是具好战型的任务 但是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成功地达成我们预期的目标 这是我们国军可视的战力 这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国防 陆军出动直升机 来确保战备跑道的安全 空军战机落境后的组级 整备 油料 弹药的运组 也需要非常专业的定型人员 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力达成任务 国家安全要靠我们自己来守度 作为三军统帅 无认前方有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都会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克服 国军加油 中华民国加油 台湾加油 今天很多人都说真的是武器大观 而且是精锐进出 好 我们先请教一下瑞德哥 瑞德哥对军事方面非常有研究 今天这个F16V在起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真的是太帅气了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能够顺利地 完成国道战备跑道的飞机起降 跟我有点关系 跟有什么关系 昨天在本节目讲完了以后 全台湾甚至于全世界 因为是包括老共都非常的关注 我相信现场的一千多会不会的民众里面 一定有老共派来的情报员 你知道吗 你拿着那个大炮也在那边拍 大家担心天气不好 可是问题是昨天晚上说 彰化会下雨 下大雨的话 万一下大雨怎么办呢 降落怎么办 所以如果洛安影回去了以后 我就会问我干妈千拜托万拜托 一定要让今天彰化这个 这边跑道的起降 一定要能够顺利完成 我干妈答应我 你干妈谁啊 我干妈就是观世音菩萨 所以今天你看早上在彰化 竟然是火烧云 然后好天气 然后在整个完成了 这个战机起降了以后 彰化开始下大雨了 真的耶 对没有错 所以老天爷帮忙 虽然有点水气 但是你就知道说 那么世上连老天爷都帮忙 要不然的话 你看不仅可能战备 跑道的这个起降 可能取消 甚至于旁边那一千多个人 可能就扫兴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 我让人家感动的是 一千多个人就这样 站在各个制高点 甚至于自己带那个 三四公尺长的那个蚂蚁铁梯啊 然后呢在上面挥舞国旗 然后大家把那个大炮 能够带来的摄影机照相机 全部都带出来了 好高兴 更让人家感觉的 非常高开心的是 我们的F16V 那么第一次 它以前是F16的B嘛 然后呢 后来改成功了以后呢 它来了以后 它身上呢 载着什么呢 它的身上载着 那么改良型的 这个响尾蛇的飞弹 还有包括空对空之外 还有空对舰的相关的鱼叉飞弹 它也在告诉很多 包括中共的辽宁号就是 你们在绕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你知道吗 我一样可以打得到你 那除此之外 除了F16V是亮点之外呢 那么包括金国号战机 也带了天舰 还有幻象2000都有嘛 幻象2000 金国号战机它带的天舰一行 也带了这个等于说 空对地的这个炸弹 因为他们的任务不一样嘛 那幻象2000的话呢 它最主要是它优异的这个爬升力 所以它带的是防空飞弹 包括这个魔马飞弹 也包括云母飞弹等等啊 事实上包括E2K相关的空中预警机 这四种不同的机型 要降落前啊 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 你知道吗 黑鹰直升机你听过吧 有 黑鹰直升机事实上 很早一大早就出动了 你知道它出动的目的是什么吗 你要知道飞机最怕什么 那么它的引擎吸入那个鸟泪啊 所以呢 黑鹰直升机一大早出动了以后 在附近不断地盘旋 不断地盘旋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用它的噪音赶鸟 你知道吗 就把鸟都赶掉了 那除此之外呢 在整个战机要进行前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 眼镜蛇战斗武装直升机 跟战收侦察直升机 也在附近 那么不断地这样子来回 缩寻警戒 它们飞得非常低 因为安全警戒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 低到听说在现场啊 用大炮 在制高点屋顶啊 那么拍摄的人啊 都可以跟 它们还跟那个飞行员上挥手 跟他质疑 你就知道 大家多兴奋 多开心 最后 为了要避免有 无意 那个什么 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 无人 那个无人机就登场了 你知道吗 但是要跟各位特别解释一下 这一次除了军方的无人机 海军陆战队的无人机之外呢 事实上 现场有两个秘密的武器 是什么呢 两个秘密的武器是 无线电的相关电波干扰枪 跟各位特别解释一下为什么 那是要做什么的 我们每一年的这个 包括国庆日啊 因为怕有人用那个遥控飞机进来 对不对 再大大危险啊 所以有所谓的无线电波 那个阻断器 所有的 包括大哥大理都没办法用 那是电波全部都干扰 但是这个无线电波的这个阻断枪 它是由我们中科院发明了以后呢 出动了两具 那游人拿着 就好像一个 我们那个星际争霸站一样 它的射程是1100公尺 只要针对有看到无人机 咻下去了以后呢 瞬间让这个无人机 所有的电波全部撕下 它就掉下来了 它就掉下来了 对 还有热显像 也有红外线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相关的这个秘密武器 那现在我们镜头看到这个天干机呢 对 所以哦 这次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天干机 也是台湾非常的特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湾的天干机呢 事实上是由C13栋所改装 那C13栋是全世界 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运输机啊 那包括可以运输很多的这个物质之外呢 跳伞也是最棒的 那这架天干机非常神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包括中科院跟美国 它在改装了以后 它上面搭载的非常精密的 各式各样的一个电子仪器 包括雷达 包括这个战术 包括空中这些战术的这个飞机呢 各式的飞行物 甚至于包括飞弹基地相关的这个移动 都有我们的这个天干机呢 在天空中进行一个 比如说监控 那么在1996年 也就是我们台湾第一次 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 那时候不是有飞弹打到 台湾的南北两项吗 然后那时候就出动这个天干机 飞到天空去 就像在天上一个飞行 那么停滞的一个人造卫星一样 就在天上捍卫着我们台海的 相关的安全啊 那么中共部队的调动 那时候差一点要出兵乌丘啊 包括飞弹基地的调动 我们的天干机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啊 当然现在有各式各样 更精密的这个E2K啦 空中预警机啦 等这些装备 但是呢 那么我们台湾这架 非常神秘的天干机 它最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军事米仪都称它叫做法老王啊 为什么叫法老王啊 因为它的机 机比这个地方 就是飞机最前面的下面 有一个突出的东西 所以看起来像埃及法老王 有没有 有一个地方 所以军事米全部叫它这个法老王 而这个台湾的天干机法老王 在我们台湾的安全领域上面 在台海危机上面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这个荧幕上 我们看到这些飞机啊 精锐进出 真的看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很感动 更何况是到现场 过去呢 其实我也去采访过好几次 我们的这个汉光演戏 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战机在那边飞的时候 我都觉得真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热血沸腾耶 你今天也到现场去了 对不对 对 我们有在现场 我们事实上我们还看这民众拍的这个视频 这飞机飞过去 哇 好震撼 真的那个声音 再加上现场那个动感 确实深入其中才能感受到那个经验 没错 没错 事实上这次这个花坛战备道开放 是第二次开放 那第一次是2007年 那时候是汉光23号演戏 我必须说12年来 2007年 对 12年前 那就12年前你也在那边 对 12年我正好也有去参访 只不过站的位置不一样 而且那一次和这一次 虽然都在花坛 但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所谓的这个不同 我先说不同的 包括机型不同 比如这2019年 同样是F16 对 2017年它是F16B 还没有升级吗 两架是旧的 这一次派出一架F16V 它是升级的 所谓的V 这个我想观众朋友都很好奇 V到底强化些什么地方 强在哪里 我必须讲 V型战机它包括它的大脑 大脑就是任务电脑 其实它的反应速度更快 它的记忆体更强 来管控它的电子战系统 雷达等等 另外就是它的雷达 是由这个APG83 取代到原来APG68 这种雷达它是叫做 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它可以同时多工 多模式同时操作 那直白来讲 简单来讲 它可以看得更远 操作的模式更好 可以对空对海对地 另外还比较不容易 遭到人家的电子干扰 所以它整个功能全面强化 我们意思说 雷达好它武器要更精进 配备的要更精进 对 包括它配备 AIM-9X这种蟬洞能力 没有帮大家介绍过 对 空对空飞弹 另外它也有AGM-88 这个反辅着打 这个人家雷达 或者防空系统这种 先进的空对地这个飞弹 此外它的电子战系统 是全面更新 可以说这一型战机 它的这个能力 比之前的B型要强化很多 另外2007年的时候 有两架IDF 这次有一架IDF 这一架是升级过以后 奉展专案的飞机 很特别的 但是它也是升级过 对 这次派出的就是 12年前同样在战备道 花坛进行起降 同一架飞机 编号1611 对 除了这两架以外 这次这个战备道朝野 还有一架幻象2000 那另外还有一个E2K 那2007年的时候 是没有E2K的 但是有两架 这个幻象2000 所以这是空中兵力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E2K是空中预警机 对不对 而且很大 是 它是空中指挥管制平台 像这一架战机升空以后 它包括敌方的擎支 我们的怎么去管控 对 那我们怎么 空中作战运用等等 这E2K它算是 空中的指挥中枢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飞机 那这次机型的不同 另外起降方式 这次和那次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 上次的话是 从南往北降落 从南往北起飞 这次是从北往南降落 从北往南起飞 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方向不一样 我想是考虑到季节 风向的关系 风向啦 此外 12年来 它的管制 其实更为全面 就像瑞德哥讲 跑道两边有三五快报 有麻雀防空飞带 地面上的云豹装甲车 空中的这个 眼镜蛇空气直升机 或者OH-18D 战收直升机 进行一个全面的掌控和管理 以确保你本身整个战备道 如果开放的时候 你可以因应敌人 可能地面的特种部队 赶死队 突击部队 对你的攻击 这一次真的是精锐进出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F-16V的战机 大家觉得说很热血的时候 当然很多民众也会想说 在里面开这架飞机 战机的这个教官 他走下来是不是帅得不得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教官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他的起降 其实有很多的高难度 那天气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那这个在彰化花坛这个战备跑道 是在去年的 这个上次使用是在2007年 在12年前有这个 启用这个跑道 为什么讲说相隔那么久 很多的蹊跷在里面 第一个 对 现在中国又发明了一种天雷系统 动人钢丁弹 这看起来好可怕 它其实都是 为什么讲说相隔那么久 很多的蹊跷在里面 第一个 在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战备跑道起降 它的跑道的这个 也不是跑道 就是它的这个高速公路的道面如何 是不是有高低差 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蹊跷 有一些补丁 有些状况有时候肉眼可能看不起来 可能是两公里的状况 这个是蛮危险的 其实基本上这样讲 那正常的跑道情况 它的硬度跟它的维护情况 都非常的这个标准 所以飞行员在起降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所以不是看到跑道很干净就可以起飞降落 这个危险很大 第二重点来了 今天正好适逢是什么 是这个梅雨季节 所以基本上有三个主要的条件 本来很担心会下雨的 刚刚雷德哥说是因为他有跟他的干妈观世音菩萨讲的 所以还是蛮灵的 才没有下雨 对 果真起落完之后就降雨了 所以真的如果在下雨的时候 那起落是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它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天气不好 明目太低可能就不能飞了 为什么 因为地形地貌不清楚 第二重点是如果降雨的情况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情况 这个能见度还不错 它可能就第一空飞过 就不touch了 不落地了 第三个 如果是这个有雷雨情况 或者有闪电打雷 那危险可能就没办法 这个就要取消任务 这个三个禁忌的情况下 那空军可能就不会实施这个任务 还好今天这个瑞德哥讲的 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禁忌非常好 可以实施 我跟各位讲一下 飞机是一直在运动 速度一直很快地在跑 不像汽车 你如果故障了 有些迟疑你就停在那里 飞行员在操作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人在操作 它要兼顾很多的东西 所以它是要怎么样 我们讲就是 think ahead 想到前面 我们的这个飞机 从起飞开始 任务开始 我们要一直想到前面去 那个脑袋一直在转 你同时你的操作 还你飞机怎么飞 怎么样运作 还要下一个阶段怎么样 统统要想在脑子里面 不能够踩上 停下 对不起 我中空空 空了一下 我想一下 那就完蛋了 所以这一连串动作都要想 第二重点 我们通常在正常的机场起降的时候 起飞降落 它有一个起降的航线 跟我们进出航的程序 都有这个SOP规范 还有检查点都很清楚 有些建筑物可以当作标的 现场问题来了 问题的这个跑道 虽然训练对不对 白天晚上不一样 天黑天亮不一样 还有这个光线有没有不一样 你飞在上面的时候 你下面的检查点 随着你的光线变化 阴晴都不一样 所以飞行员你要很清楚 里面的地标跟状态 所以其实飞行员飞着战备跑道 是屁股夹蓝紧 很紧张 不是像各位想的 要这么简单 据说飞行员很担心 遇到下冲流是不是 飞机起飞 不见得都是天气非常好 对不对 有时候像我们前 在这个飞的时候 我在加山就有这经验 这个飞机当试机领队 带着试驾飞机 跟特技小组一样飞行 出去之后训练完之后回来 回来我们要保持纪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试驾飞机 就编队一次飞回来 飞回来之后 进到地空浓浓厚厚的云层 那怎么办 就有个山来 还是一样一直拖皮要下去 在进到云层过程中的时候 它就颠簸不平 对不对 二号机通常是菜鸟 二号机开始摇晃晃晃 我们就稳住稳住稳住 对 会要撞到其他甲 稳住稳住 我们都三尺的距离 就是稳稳稳 因为气流不稳定 有点下雨 里面有点可能就冰爆冲刷 这家伙这小家伙 耐不住性质了 差点往掌机那边靠 当然我们要看到后招 太危险 要开会吓死 赶快看到不行的情况 真的到零件点 秒收散 大家就上进来 全部掌机台 云上集合 云上集合 还要在云上集合 云上保持目色之后 再集合 集合之后 再穿云洞下来 所以基本上是很危险的 如果没有当机地段的话 在云里面就很紧张 尤其在非降落阶段 如果你遇到雨的情况下 那时候气流不稳定 而且密度不一样 有时候你稍稳不小心 在低空的时候 你这个飞机非常重 你的生力比较不好 你可能不注意的时候 有时候一下起气流 侧风雨催着之后 你如果生力丧失 没有补起来 马上就坠地 所以非常危险 那干嘛 鸟寿散之后 不直接就回到地面就好了 还要在那边集合来 集合去很危险 当然你鸟寿散之后 你还是要到这个天上 保持目视情况下 集合之后再回来 那如果说有人就直接 到这个地上了 直接就降落了 当然这还是要边对回来 回来保持纪律一回来 虽然空中乱下没关系 纪律第一 纪律很重要 所以其实这个飞机 在天上这个气候乱流 都会很大的影响 不是战略机 正在迷航机 以前在飞迷航机 台风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飞大型的这个空中巴士飞机 回来的时候 刚开始台风报说 没问题了 现在正好有个云洞 有间隙 没什么风 赶快大家钻这运动回来 回来到地面低空的时候 突然间风又来了 为什么 台风是旋转的 一来的时候这飞机 我在驾驶船里面 看着飞机是这样转 头都晕了吧 小吐吧 机长还要落吗 我说不落 你看看这个画面 油门家就走了 千万不要这样试 走了就就到香港落地 所以这个飞行员要非常小心 不可以去试 不可以跟天气做对抗 对 那这冬天的时候 会好一点吗 你刚刚讲到台风 那冬天的话 会遇到别的云吗 譬如说基雨云什么的 冬天很多东北季风 冬天的气流更不稳定 冬天有很多的落山风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在这种冬季气候的时候 如果有这个大的阵风 或者是有不预期这些风向风速 我们提前都会做一些准备 那希望在它的这个范围之内 就比较不会有影响 尤其越大的飞机 对这个冬风 这个要修正的量越多 就像我们各位看到 这个照片上 你看叫冬风 叫卸行法 螃蟹一样 卸行法落地 好危险 最后到了跑道之后 再把它蹬一跺 把头转到这个正的 然后再落地 太可怕了吧 那像有些云 看起来好像没事 白白的像棉花糖一样 那是不是就可以 棉花糖好可爱 对不对 你从远远看 像各位坐飞机 看了远远看了 有像香菇一样那种 上升气流 那个白白的云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进去 里面闪电打雷 冰爆通通在里面 我告诉你 冰爆也有 有 太可怕了吧 进去之后出不来 我告诉你 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在雷达 看到红红的一片 开玩笑 怎么样都把它闪过 千万不要进去里面 里面是中热痛 你就麻烦了 所以甚至有的会议 进到里面去之后 有时候闪电一打 我告诉你 翅膀都会受伤了 虽然我们会有导电 就是说这个 基本上不会怎么影响 就不会影响 但重点是说 到时候有时飞机下来 我们就有同时下来的时候 这个飞机就切一半 为什么 被闪电打到 差一点 那还能飞啊 对对对 还是安全的飞回来 最后还好平安的降落 有这个例子 所以基本上这种飞机 就不要去试这种 恶劣天后的飞机 最好是闪避这些 这个天后的情况 这些不预期的云雾情况 才能够确保安全 所以我们看看 飞行员真的很厉害 拿命来搏 好那接着 我要请教一下创夏哥 因为我们这次演练的时候 就是说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演练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据说只有我们跟瑞典才有 因为国道起降 关键是什么 因为对方很可能 就像我们上次也看过了 中共不是2015年的时候 连续发射了 一大堆的东风飞弹 把跑道给炸了 对对对 这让你的飞机不能再起飞 我就掌握空 然后就来侵略你 瑞典也是怕苏联 就这样子对付它 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 他们做得比我们更彻底 他们的机堡就在道路的旁边 然后就在掩藏在那个稻田里面 在森林里面 你现在看不出来 只要有战争的时候 不需要专程到一个机场 给你炸 他一飞出来之后 就在跑道上 他们的撕救战机 而且只要800公尺的跑道 就可以飞了过来 而我们跟瑞典都做了 一个共同的事情 其实像我们这次的国道 好像这样 F-16B下来之后 不是又重新的装了两颗鱼叉飞弹 鱼叉飞弹是空对舰的 就是要去打你的船舰的 那这个飞机下来之后没有 怎么它就装了两枚飞弹呢 它起降之后 要迅速地转落下去 下去之后 下面的寒洞 就是暂时的油弹库 所以那个油弹呢 我们就已经准备在那边 所以我们到那边之后 该加油了加油 该补充飞弹的补飞弹 而且我们30分钟之内 新的飞机就飞起来 就去作战 这是做一个国道起乘 预计的就是说 你炸掉我的机场 我要90分钟去维修 但是我们全台湾还有很多 随时都可以当机场 我们的飞机是随时可以来抵抗 中共的千金腾空的一个侵略 好 所以并不是没事 在那高速公路起降 是因为就是说 假设敌机已经炸毁我们的机场 我们的跑道的话 我们就改在这个战备跑道起降了 对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在准备 清全港机场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中共当时射了 所以现在中国呢 又发明了一种天雷系统 他也知道说 我们有快干水泥 我们有钢板 90分钟就OK了 所以他们现在叫做 动人钢钉弹 好 这看起来好可怕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概念是其实当时的 概念是其实当时的时候 美国国家科学会 科学院 然后那个Discovery 然后英国的BBC 还有十几个科学家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 就想说如果外星人 真正来打台湾的 打地球的话 他们要用的武器呢 就叫做这种动人武器 如果外星人打地球的话 他们会用动能钢钉弹来 对付我们地球人 这个动人 这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根钢钉 它其实都是乌钢合金 然后你知道说动人是什么 能量等于2分1mV平方 质量加上速度的平方 所以你速度越快 你炸下来的威力 其实不输于原子弹的爆炸 而且它是非常精准 没有辐射线 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想说 外星人呢 如果要打地球的话呢 直接在加州上面打下来 加州大地震 直接在那个一个断层打过去 就是一个大地震 或是直接打到 黄石公园里面去 一炸进去的话 你就完蛋了 你整个黄石公园就爆发 那中国呢也去做 所以他们呢就是 一下子出去之后呢 12枚就去炸 但炸的话 他们就想说 这个12枚像子母蛋一样 出去之后这钢钉呢 你知道因为有洞 我们可以补起来 它像钢钉一样 炸进去之后呢 你拔不出来 你的跑道就不能使用 所以他们就想要用这个 来炸我们的跑道啦 对 中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们还在实验中 可是呢 中国还是不够 因为他们出去之后 有点像天女散花一样 他们并没有导引的功能 并没有精灵炸弹的功能 所以丢出去之后 就是乱打天女散花 所以是不是很精准地 炸到跑道上 其实还要去处理了 而现在我们台湾和美国 真正厉害就是精准打击 就是叫做精灵飞弹 所以这个精灵飞弹 是我们的咯 我们现在来做 比如说 我们如果要去炸别人的跑道 我们就用精灵飞弹 但是我们不是 不小心按了一个钮吗 熊山飞弹一飞出去 然后那么精准地 在海上那么一艘小船 而且直接打动他的驾驶舱 其实这都是精灵飞弹 精准打击的一个概念 非常精准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 就是非常精准 包含我们上次讲的万箭弹 万箭弹飞到跑道之后 120枚下来 其实它每一颗小的 都是精准打击 所以我们是确实有能力 把他们的跑道给炸毁掉 而美国更厉害了 美国已经不浪费 因为它只要用动人 所以不要用弹药了 美国呢 现在还有这种水泥弹 不伤无辜 不伤无辜是什么 你看就像这辆车子 这个是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通来呢 整个一个车子开开开 一颗水泥弹炸下来 直接就在这个 后面的大位上 那个位置直接炸下去 周围没有人受伤 这个人直接炸掉 这是谁呢 也就是说 这是谁 冰拉登的女婿 冰拉登的女婿 美国要打盖打组织 抓到你冰拉登的女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画面吗 对 就直接一颗水泥炸弹下来 所以没有爆炸 直接炸到这个车子上 直接精准 精准打击 精准就好像引导你 直接炸进来 所以现在其实 全世界战争里面 当然中共呢 一直在欺负我们 所以我们跟瑞典一样 我们要不断地演练 这个国造起降 而且呢 我们的精准打击的能力 还是领先他的 所以如果精准打击的话 也比较不会误伤旁边的无辜啊 对对的 因为旁边不会有 所以你炸下来 连这个司机都没事 连司机都没事啊 对 就冰打击的女婿 就直接的被炸掉了 就这样掰了 好 不过讲到这个 我们也来看看 事实上在这个昨天 南部也有万安演习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韩国瑜没有出现啊 万安演习这么重要 它没有出现 那上一次人家磕皮的话 是从早做到晚 对 昨天下午在台北的朋友 应该都有经历到 一点半的喝 而且很多人手机 应该都有收到 那个紧急简讯说 飞弹来袭嘛 那这个万安演习呢 其实基本上 它虽然跟国防有关 按照惯例 各县市的首长 在发布你的 该县市发布万安演习的时候 县市首长要坐证在指挥中心 然后你要到处去看 像昨天台北市的时候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是全程坐证在指挥中心 而且他还到几个重要点 去看一下 看你有沒有准备好 这个是先做好万全的准备 应该要做的嘛 好 那高雄呢 高雄在万安演习的时候呢 结果呢 是谁在这边 这个人是谁 虽然头发也不多 但是他绝对不是韩国瑜 对 那为什么韩国瑜没有在那边呢 很忙 太忙了 那忙什么 不知道 秘密 因为只有他知道 刚刚不是讲到柯文哲吗 其实到底韩国瑜 是不是在忙着要选总统 我们看看韩科最近的交火 他是比较新的王红 我是比较旧的王红 这本来就是习信念证 他就算要选 最后也是一定是被拱出来的 在现阶段他 他很难在当选两个月自己跑出来说我要选 我们叫wait and see 你就看 在看两三个月看民调的变化 we will see Kobe sing ok we will see him ok we will see him ok 你就是在等他走着跑就对了 我会看着他 好吧 小时候听过一句话 两个美女在互相看对方一眼的时候是 很恶毒的眼光 我突然想到 我突然想到这个柯平现在看我的眼光 我现在不太敢看他的眼睛了 那他是高雄他还要不要上班 你觉得他现在 他现在几分 那他现在改成正式一百千七零分了 欢迎柯文哲市长来高雄 听听我们南部人的声音 我们绝对不可能做这种小动作 这不是韩国瑜的个性 也不是高雄市政府新团队的个性